你好 請問要去哪邊 我要到台中火車站 好的 有習慣的路線嗎 還是照導航走 可以幫我照著導航走嗎 好 沒問題 坐上計程車乘客會告知目的地 問講習慣 詢問是否有指定路線 乘客若是回答沒有 會照著自己的熟悉路線走 有的則是會使用Google Map導航 這裡就可以切過去啦 但它卻沒有倒這一條 這條比較近啊 只是問講說 雖然不見得照著走會比較快 但只要乘客要求照導航到目的地 還是會尊重客人 因為只要被投訴一天生計 可能就沒了 就是會停機一天了 再更嚴重就拆機了 當下要是沒反應的話 客人直接反應到 直接投訴到公司的話 那就沒有那個反駁的餘地了 沒有關係 你平常做多少 你拿多少給我就好 剩下的我們就打掉 問講無奈 但又不想被斷裁路 也只能以顧客至上 而以乘客的角度就怕被繞路 因此常會這麼做 看Google哪一條比較近 然後就叫它開哪一條 會直接問他說 是不是有繞路啊 對啊 然後會先查一下導航的最快那個 就最快路徑 乘客想辦法自保 不讓自己的行程被耽誤 有律師建議若是權益受到影響 當下可以錄影搜證 千萬不要跟司機起正面衝突 後續可以到消保官申訴 或是請警方處理 尋求法律管道 才能避免衝突發生 今新聞劉璇來文中 採訪報導